你真的要走啊 林玲 你怎么了 她怎么了 我在写词事报告 好好的 你词什么值啊 昨天晚上我加班的时候 放走来找我 不好意思 这事我帮不了袁姐 莉莉 我也没要你撒谎 只是让你说出真相而已 如果袁慧忠因为这个事情 被赶出公司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方总 我现在是思雨姐的手下 该说什么 该做什么 我听思雨姐的 林玲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个骗子是你招来的 如果真的要追究责任 第一个就要开除你 方总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你别忘了 我还是这个公司的副总 你以为她护得住你吗 所以你就辞职了 我绝对不会帮他们说话的 所以他们肯定也不会放过我的 前两天 前两天飞雨电池还在挖我 我本来不愿意去 但现在 也是条出路 你辞职报告写多少了 刚开头 好 难道你要向他们低头 我不会低头 你也不用辞职 绿宝不是信方的一个人说的算 好 小天 走 去见客户 不是十一点出发吗 我改主意了 多少 我不会 不小心 好像 我们有没有理想不够 你不想走 我走 我看你 快要走 你来趟我们 你这是干什么 我就看 能快递回去的东西 我就先收拾一下 你还是要走 对 我答应住小白了 半个月之内去到公司报到 园姐那事最后怎么说了 我什么都没说 为什么 因为她不配我为她张一直言 你那么做又不是为了她 是为了你自己啊 我知道 你希望我善良 坦当 可这一路走来我等到你 得到了什么 我的善良换来的是猜忌 我的坦荡换来的是陷害 到最后我什么好都没落着 但至少你心安呀 心安有什么用 如果不是潘总听我 我早就出局了 难道 别人用什么样的手段 去对付你 你就要用同样的方法 来回报他吗 我又没有害他 我只是保持沉默而已 但你这样赢很不光彩啊 只要最后的赢家是我 那就是最大的光彩 你有那么重要吗 赢如果不重要 你为什么要离开上海 因为在上海 你觉得你很失败 你觉得你失去了 所有的自信 对不起 一鸣 我从来没有觉得你失败 我底线没有资格 邀请你按照我的想法去选择 你对我自己很失望 你对我很失望 我对我自己很失望 你想回去就回去吧 那 那我 一地恋呗呗 一地恋 反正 我是不会跟你分开的